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现场宜春的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继续在月亮之处禅宗共地 美丽的江西宜春寻宝 宜春 山美水美 这里的明月山当年是曾经嫦娥奔月的地方 而这里的温泉水可以说是寥笑神奇 唐代大文豪 王博 著名的腾王阁序中的雾华天宝人节地灵 奇人 奇事 奇物 薰出自宜春 我们宜春的藏友 你们感到骄傲吗 骄傲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在美丽的宜春 浪漫的宜春寻宝去发现那一件最具文化价值的藏品 首先热情的掌声有请四位寻宝专家 首先欢迎我们的书画鉴定专家张若明老师 同气佛像鉴定专家王立军老师 杂像鉴定专家陈建明老师 陶死鉴定专家邱晓军老师 本节目由五粮春独家特约播映 来 开始我们今天的寻宝之旅第一件登场 大家猜这是一件什么 飞碟 烟灰杠 来 我们请这位藏友来揭晓 来 掌声有请藏友 宗欢 谁说的烟灰杠刚才 你们家用这么大的烟灰杠 周女士 这是一件 我觉得这是我们早期的一件青池 一个盘子 您觉得还是盘子 对 因为我家每分过年过节 是水果荡逼盘子 还在用它 对 装水果 对 是家里祖床的 祖床下来的 对 周女士家把它当水果盘用 刚才有人说它是烟灰杠 我觉得不是点蜡烛的吧 竹台 是那个上面放个东西啊 一个底座 上面应该还在放一个 是个底座 我说这个东西就是新的 没有看了过这个东西 没见过 讲不及个名字来 来 走 这件瓷器是我们寻宝以来啊 最有趣味的一件瓷器 大家的对它的用途 各种想法 这个气形的很大 首先我们先看看 它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从这个柚子看 柚子发青发绿 而且有开片 而且显得很老旧 应该是一个古老的东西 这个东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秘笛很快揭晓 把它翻过来 这个气形呢 我们称为叫 碧庸 宴台 宴台 这个宴台为什么叫碧庸宴呢 史书记载 就是周代的 周天子讲学的 那个地方叫碧庸 所以碧庸宴呢 就模仿碧庸的造型的 那个台子做的 我们古人吧 他做任何一件东西吧 他都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比如说这个碧庸宴 这些组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什么呢 看成围着天子讲学的那个园台 环圈而坐的那些学子 所以他有这么多的 这个祖宅那里 他也有这么一层象征 或者是代表的意义 这个的宴台呢 流行在北朝南朝时期 一直到隋代 都有这样 我们看这个台呢 是一种灰台 上面有着 有深有浅的 这种玄靴的痕迹 同时我们又看到 这个圆圈的这个外圈呢 有地方进去了 有地方出来了 这就是老的瓷器里面 制度当中经常出现的 一种礼出外进的 自然的一种状况 目前来说我们看到 这是最大的南北朝时期的 一件事 最好把它能够捐献给国家的博馆 叫大家来欣赏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确实是 这是传说中的刘海戏金蝉吗 来掌声游艇这位朋友 简秦华 给大家说说 你这宝贝的来历 我99年在农村里 偶然的机会买的 当时是发了两万块钱 99年两万块 那个时候我们的农村的人讲 我们那里有个三个脚的蛤蟆 三个脚的蛤蟆 我说三个脚的蛤蟆 到处是三个脚的蛤蟆 你没看过吗 我说不可能吧 我就跑过去看 青蛙又不像青蛙 赖蛤蟆又不像赖蛤蟆 这个头跟轮头一样的 而且这个脚有点像 这个好少见 我说这个买吧 那个时候我也很穷的时候 我说借着钱买的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 您这上面的是不是能拿下来 这是一个香薰 这是香薰炉 对吧 我个人对这个东西非常喜欢 你看那个人物的脸 栩栩如生 也非常的生动活泼 感觉它这个样子 好像是征服了这个蝉蜂一样的 这个蝉蜂的头像龙 龙是天子 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果这是一个古代东西的话 在龙头上还有人 这就是逆天了 所以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现代的逆造品 对 问了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想花两万块钱 叫它吐出两百万来 这个时候就遇到激动了 这件产品的名字 确实叫刘海洗金蝉 这个金蝉按照我们民间的说法 就是它是天空中的一个灵物 能够吞吐金蝉 那么作为这个刘海 得到成仙以后 他就想办法把这个金蝉去调出来 让他吐出金蝉来周祭天下的众生 正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财富 所以民间一直把它作为准财神来供奉 这个金蝉 跟我们以往记得的金蝉不太一样 过去我们的金蝉都是四条腿 它是三条腿 实际上这件东西是个明代早期的 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刘海洗金蝉的真品 为什么说是明代的呢 一个它这个腿呢 比一般见到的刘海洗蝉的腿都高 这个高的细高的 又像这个鹰的爪子这种样子的 应该是明代早期的 同时呢 这个蝉身上有火焰纹 因为明代崇尚火德 所以动物身上一定要带火焰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肯定有 重要的问题 不谈钱 大家都着急了 不谈钱 因为市场价格这种类型没有拍卖过 也确实不好估 说说钱头我还激动 跟着不说吧 这件东西呢 我得来是当了一个不孝之士 我秘密拿四万块钱 给我母亲父母亲到乡下买个地址 做房子 但我呢 看到有一个人 他有一批东西 这件东西买到的时候 当时他是装那一坛子 姜 山姜 我讲要 他讲 人家出了某多某多钱 我讲比他多一点 卖不卖 马上就搞定 这个罐子呢 画的是花鸟 从这个绘画来看 它是根据古代的 这种传统画面来画的 但是我们从这个画的材料上 分析 你看口言的这些材料 粉的还是就红的 这种材料呢 应该属于这些年新提炼的一种新材料 同时绘画我们看这些花鸟画的都很死板 不够生动 这东西是应该说是你买错了 是个新的 这个不可能的 我论你这件东西百分百的顺序 这件东西我论你百分百的顺序 这个款呢 这个主画面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民谣器官谣款 官谣拿这么多中研嘛 你偶像是拿两个官谣给你看 我这件东西是我最好的一件东西 我肯定有点不理解他们那个 觉得我有点受伪计了 这幅画呢 是涛波舞的一幅荷花图 它是我叔叔过生日的时候 我叔叔的一个玩得非常好的朋友送给他的 然后其实发生在这幅画上有一个小故事 在前几年 就是我叔叔的儿子 他呢非常迷恋网络游戏 他就私自把这个画呢 卖给了古玩店 然后当时卖的是八百块钱 然后等我叔叔来了之后 又花了十倍的价钱 花八千块钱 然后再把画给熟了回来 这个画是你叔叔的 对对对 这个画家是你们当地的 他这个绘画的作品啊 有一个特点 叫真实 朴素 看上去很自然 还有同曲那种感觉 我们看这张画 墨色呢层次感好 就用笔很洒涂很自然 再看他的书法的特点 行笔啊 很自然 这个节字呢 有顿挫 有浓淡的变化 没有一点这个 这个僵硬死板的 他这个字 非常好写的 他里面有历书 对吧 有传书 有新书 对吧 还有威碑 他把几种美好的东西 融在一起 写出了这种字物 这种独特的笔法 他不是一般的把这个字型 我写的很漂亮 会规整 很秀美 就好了 它里边书法含着金石的味道 所以它在书法方面 实际上比它画的影响力要大 这件东西是一件真品 而且绝真无疑 老师 特别想听到一个问题就是 这幅画现在价值是多少钱 大概这个作品 我刚才看了看 大概有十多瓶尺 按照现在保守的价格的话 我估计大概五六万 甚至到七万块钱 都有这张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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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宝 走近宜春 接下来更精彩 牵手观音 来掌声有请这位藏友 陈一辉 现场的观众好 前面的观众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上面有 您看我们节目的每件仓品 你的名字 尺寸 然后有专家的估价 对 有成交价 对 陈老爷子 我应该代表所有做收藏节目的人 深深地向您拘一鼓 谢谢 真的 谢谢 陈老师 为什么今天要单挑一件 牵手观音来参加寻宝啊 这种观音像 我记得好像唐朝的那个观音啊 他应该比较风雨 我觉得这还偏瘦了点 应该最起码来个两三层的双下吧 您刚才说 您这尊木雕佛像是唐代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唐代的木雕观音 第一 它的照相比较的丰满 非常的富贵气 它当时所有的木雕照相 都是批灰大漆 彩绘 有没有苗金呢 有 它的苗金就是现苗勾勒的 而不是这样整体溜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刚才闻了一下 它是用香脏木雕的 那么手头呢 非常重 重代表什么呢 重代表这个木头啊 很湿 它做成这个佛像的年代啊 不久远 如果是唐代 唐代到现在 一千多年了 一千多年 这个木头 它的中间应该是非常空的 一般我们见到 唐代的木雕的小的佛像 拿着手上就只有几两种 就像塑料泡沫一样 所以这些东西 一个人完全能拖起来 你几个人拿过来 这个重量就不对 再一个吧 牵手牵眼观音 一般情况我们所看到的 它会是一种十一面观音的形状出现 这一共加起来一二三四五个 这个就明显的不符合牵手牵眼观音 另外上面的佛头上面蓝的颜色 完全是一种广告色 不是矿物质原料 另外后面的红漆 上面苗筋的这些花纹呢 这都属于福建地区的那种做工的 那么从这几点我们来分析 你这件东西呢 是一个现代的佛造像的一个工艺品 好 张老师 您是收藏节目的忠实观众了 我像您看了这么多年节目 我们节目中间这样的情 你也看了很多了 我相信你应该 没关系 没关系 掌声送给老男子 赞定 赞定 谢谢 谢谢 这个东西 它是我丈母娘 给我老婆的一个嫁妆 听我丈母娘讲的是 我丈母娘的爸爸 然后给了他唯一的女儿 也就是我丈母娘 然后呢 他觉得我长得比较帅 就把他给了我 长得帅给你了 不长得帅就不给你了 是吧 主要是我对我老婆好 主要是这样的 那这个东西是谁做的呢 知道不知道 是那个曾龙生吧 曾龙生啊 和我们怡春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祖籍就是我们封城人 在景德镇 一直是搞瓷所的 他呢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已经出了大名了 首先我们先看看 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的面部表情非常的生动 雕塑的这个人物的比例和线条 也是非常生动的 而且他的手跟真人的手一样 雕塑的是非常的精美 用的材也是非常的细致的 起码用了十几种不同的材料 去做了这件这个菩萨像 应该说是一件非常精美的作品 是他的真东西 真东西 谢谢 我希望这个菩萨永远的保佑我们一家人 以后我是他女儿 我一定传给我的女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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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 我来掌声有请这位团友 吴婷 漂亮的炉子 撒精炉 是你买的吗 不是 我爸爸呢爱好收藏 平时呢他有些积蓄就用来买古丸 这是去年他在老表手上买到的 花了多少钱 我爸爸花了八万块 这是哪个时期的炉子 是宣德年吧 有款吗 大名宣德年制 你了解宣德鲁吗 据说是这个宣德鲁它含金字 特别的值钱 就是就连名墨仿制的好像现在都值十几万 但是我跟我妈妈不这么认为 就是因为我爸爸吧 他原来收藏的那些名人字画 还有瓷器什么的 也请专家鉴定过 全是假的 没有一件真宝贝 我妈妈特别的生气 所以我懂了 你今儿来是跟你妈商量好 继续打击你爸的 对 就是我觉得吧 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 那个老表不可能八万块钱 就能卖给我爸爸 我觉得这个事不靠谱 我觉得它是假的 你爸今儿在现场吗 没敢来 对你爸不满意的 你是不满意他收藏 还是他收藏的不严谨 就是乱花钱吧 原来买的没见真宝贝 我妈妈管他也管不住 他有小金库 那假如这是假的 你回去怎么办 这次我跟我妈呢 就是想让他死了这条心 以后就不让他再收藏了 你同情你爸的 不能同情他 这是家里的银子 一般宣德卢它有钙 这钙跑了去了 我计算真的也不会太高 你觉得如果是真的 你给他估个什么价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对 王老师先帮我们补一下 这个课吧 如果是一件真的 宣德年的宣德卢 宣德卢无价之宝 如果是一只真的 这无价之宝 对 为什么 因为所谓宣德卢 就是宣德年间 宣德皇帝 从国外进了一批风魔童 他造了一批宣德卢 据说是造了三千个 造好以后 分给那个王公贵族 和大的寺庙 和有的工程 分参下去了 老百姓没有见到 而且宣德卢 你在炼造的时候 他加了很多金啊 银啊 宝石啊之类的融在一起 宣德去世以后 就很多明代的一些 皇家官换造宣德卢 所以宣德卢一直从宣德 一直造到民国 我们叫广义上讲 只要有大名宣德 就叫大名宣德卢 一种俗称 从侠义上来讲 那么说宣德时期的宣德卢 才是真的宣德卢 你这件到底是不是宣德卢 我们到时候再看 首先我觉得 如果这个东西是个真的 就是卖家不可能就是八万块钱 就卖给您父亲 要是谁我 打死我也不卖 当时他出的十万 我爸爸砍了八万 对啊 就是说他可能认为 不是什么特别有 珍藏价值的东西吧 这件东西很漂亮 金光闪闪 亏好你爸爸没来 你爸爸如果来了以后 可能会昏过去 但是昏过去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真的 他昏过去了 一层意思是假的 他晕倒了 对不对 两层意思 王老师 你别卖关子了好吗 你再不说我要昏倒了 这件东西造型非常别致 从铜质来看 这个是红铜 铜质也非常犀利 从他的匹克来讲 自然那种褒浆 还有一个就是重度 不重不轻 所以说这件东西 它是一个清代中期 或者到晚期时候 仿造宣的如造的 到至今为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珍贵的艺术珍品 这件东西好在什么地方 它的造型比较少 像这种长口炉 像是个大酒钟一样的 而且这个橡皮 三个腿 都非常有力 虚虚如生 非常好 说说你爸爸花了 八万块钱 可以讲 捡了个大漏 我现在心里特别的激动 回去跟你妈好商量 对你爸好点 对我爸不收藏吧 他命重力太低了 一百件就是一件真的 所以我不是什么 就是愿意他收藏 那看他们俩怎么打算吧 你爸真不容易 这是一件 清发三水人物别考评 这个上面这个云间 这个构图比较饱满 扁山进水 里面发了十个人物 也是洗洗涂身 特别这个坎丝 云意底蜜薄谷 这好像是清初的一个堂号吧 大家清初是什么 是康熙的 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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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瓶子的气形 这里出了一个肩 我们称叫云间 这种造型 在清初是没有过的 康熙时也没有 顺制也没有 这种造型最多见的就是清代 在道光时期 道光时期很多斗青柚的经常有这种云间来做装饰 另外看这个青花的绘画有点康熙的味道 但是呢 这个青花呢 这个材料呢 是漂浮的 不够深沉 那底下这个股板 亦有鼎玉薄谷 马上想到了这种唐明款 实际上这是借用了康熙时常见这种唐明款 来冒充是清代早期的 东西是个新的工艺品 我还好鼓完呢 十五年时间了 本来这次呢 到医生来勤保呢 拉来一件勤发过来 希望这是一块精准 哪知道还是一罐子沙子 这个瓷盘呢 是大清康熙年纪的一个官瑶瓷盘 我看不真 这个边上 这个有磨绳的痕迹 它中间就没有磨绳的痕迹 它凸出来的是这个地方 当然是这里磨绳的最快 这个绝对不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 寻保走近宜春 接下来更精彩 一件书画作品 来掌声有请这位团友 谢玲玲 这是那个陈诗发老师的一幅画 这是两年前的时候 在一个拍卖会的时候拍到的 当时呢是打算去拍一件瓷器的 结果一个不小心把这幅画给拍回来了 拍回来之后呢 真的 你是准备去拍瓷器的 一不小心就拍了一幅画 对 那怎么个不小心呢 就当时那个拍卖会时间进行了比较长 我当时在那里坐得也有点不耐烦呢 然后在那里坐着的时候 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 是我妹妹考上了她梦寐以求的一所大学 我当时特激动 这个时候呢 我一不小心蹦起来 拿着那个牌子就这样举起来了 那个组织人说 恭喜我们的信女士18万 获得这幅画 我当时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我懵了 我说完了 不过我觉得可以确定 至少你在学生时代一定是个好学生 你在课堂上勤于举手 但是在拍卖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好 这一举这幅画到手了 这个程诗发 他是一个海派画家 海派人物里边有这么一个称 北有黄州 南有程诗发 我们的很多的历史教材书 包括小说 你比如三国 水浒传 很多插图都是程老先生做的 他在莲花画上影响极大 我们看这张画 画的是一个少女 还有三只鹿 两个大鹿 好像刚生下了一个小鹿 这个女孩子在抚摸这个鹿 首先造型很生动 而且线条也很流畅 这个鹿利用墨色的变化 增加了这画面的动感 还有你看这小孩看得很天真 把一种这个抒情浪漫的东西 架在画里了 就是跟程老先生的这个风格特点相似 所以我们肯定这张画是一件真迹 那程老师 18万就举了一次手 这几年的这个拍卖啊 三只画拍过15万到20万 大点画拍过四五百万都有 这张画的话算一下尺寸 那我估计也有20万 所以你那个18万买的不亏 真的 希望你好好保存 谢谢老师 我心里特高兴 谢谢 我这个龙盘是几年前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 和我爸爸一起去英国旅游 在拍卖会场上 以20万的价格 当场拍下了这件宝物 难得在国外有这么一个缘分 一个机会 碰到了自己国家的宝物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把它 带回自己的祖国 大家说是不是 这个盘子呢 是青花做地子的 黄又云龙的一个盘 这是青花呢 不是做描绘的 而是做色地 这种装饰啊 它是比较少的 但是口言呢 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破的 对 就是剥落了 我在海选现场的时候 也有一些斗的 他们过来看 他就说可能不是真的 就因为这个边缘 它破损的太多了 可能是人为的 为了造就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当时一个工艺 康熙时期呢 他在制作瓷器的口部的时候 往往在口言上 多加了一圈白色的化妆粉 然后再上这个柚子 所以说这个柚子和这个胎体结合的就不紧密 它也万万没想到几百年以后 容易产生这种剥落和破炮的现象 是自动剥落的 对 所以这个反而这个破炮的工业 是我们鉴定康熙瓷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诀窍 那请问这个盘子值多少钱呢 2009年的拍卖 和它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盘子 拍了35万8千 知道了 谢谢 来 一对天王像 来 掌声有请这位藏友胡卓琴 我带的宝贝是07年 和朋友介绍淘来的 哪个年代的呢 起码是元明以前吧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七万块钱人民币 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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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单案上填写说 您这对宝贝有两个原则 坚决不动摇 对 哪两个原则 第一点不卖外国人 第二呢 就是起来价要一百万以上 我有个心愿就是 能卖的更多 除掉我收费成本 其一个捐献希望工程 掌声这个胡先生 非常信心的一位藏友 这两年东西是正木用的武将 正木用 和汉代也有 宋代 明代都有 到了清代以后 基本上就差不多没有了 这两年是唐代的造型啊 是银和锡的合金 银锡合金在一起以后 外面是溜的金 在我们唐代的历史当中 就没有这些东西 这是现在的工艺匠 按照唐代 唐三彩的模子 把那个模子套出来以后 然后按照那个模型 用锡用银制造了这些东西 实际上这件东西 是个仿古代一个工艺品 我多次表示 就是它是真品 很值钱 全院的希望工程 当然这个想法 这两件产品当中实现不了 我相信 也有可能还有机会 来掌声有请这位商友刘真 我这尊观音呢 是我外婆留给我的 因为外公以前是织布的呀 在乡下织布的 然后就是外婆经常会拿布料 给那个乡下的卖货廊 换一些东西 这个呢 就是外婆拿两块布料换来的 就是之后呢 外公的那个织布生意呢 也做得比较好 所以说我外婆就认为 它是一件给大家带来 给我们家带来幸运的东西 那你了解就这个 本身这尊观音像 它的年代啊 工艺你了解多少 这个我之前一直就把它当作 一个很普通的瓷器来看的 就是前两天吧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朋友去我家 就看到了这个观音说 你们家有个宝贝 我就说这怎么是个宝贝呢 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说 背后有个款在这里 这个款的内容你研究过吗 我那朋友告诉我 说是搏击鱼人 然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 搏击鱼人好像是个人 但是具体是什么 我也没搞很清楚 这尊观音呢 应该是福建德化窑的 当然福建德化窑的历史烧造也很悠久 从宋代已经开始烧造 到了元代烧造的相当的精美 当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 带回去了这种德化窑的元代的瓷器 欧洲人称为这叫假玉器 这么雪白的这么好的 当然这个观音呢 它特别在哪里呢 是拿着一个提栏 里面一条鱼 下面踩着有水波纹 还有莲花 这个面相非常的美丽 慈祥 慈势非常的优美 这种造型的观音呢 像一个村夫的打扮 非常的和民间和世间亲近 所以说这个观音非常特殊的 秀老师请教 这个搏击鱼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款是 搏击鱼人就是当时的一个有名的工匠 这个款呢 也是比较早的 在明代已经在德化窑的佛像中已经有了 但是到了清代仍然沿用这个款 这尊观音呢 我们从这个胎体右面的感觉来看 这应该是一个清代中期的一个观音的一个标项 它既然是清中期的 那它现在的市场价值大约有多少呢 在2011年的拍卖 有这么一尊 也是拿提栏的 标价是50到80万 你捡了个提栏 恭喜刘真 我这一部是那个当大前先生的发明画 我是九九年 在那个刚刚在他那个清代汉林 二品官 他那个生息部手上 把那五百块钱买来 钱不多 一个老大夫 他就一个人在家里 从老人家那捡了个大漏 张大前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他是20世纪以来 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位画家 他这个作品题材广泛 而且功力相当深厚 但是我们看你这张作品的话 这两个鸟的造型 死板 塞质 就不灵动 你比如说他这个尾巴 这个线条 一点力都没有 在一个色泽过于魅俗 没有张大前那种明快的感觉 而且从款式的特点来看 与真迹相差甚至 所以这张作品肯定是一张黄 因为这个纸还是有点年头 大概是五六十年代左右 黄了这件 我这个作品是盲目的瓷板画 这鱼村的国宝 国宝呢 看看我这才是国宝 那么小一块 你看我这个块都多大呀 你这个花鸟嘛 画得没有活力 你看我这个人物垂掉 像人间先进 你那个吧 觉得好像有人工做旧的这种痕迹 我看估计是假的 国宝在这儿呢 寻宝走进宜春 接下来更精彩 这两幅瓷板画 两位藏友 丁月刘勇 你们俩认识吗 当认识的 就在海选的时候认识的 海选认识的 对 那言下之意是 二位的这个瓷板画是 有一些渊源的 我这个是我舅舅的一个藏品 他在2005年的时候 在福州的一个朋友手上 130万买的一件这个王布的瓷板画 王布的瓷板画 对 您那件是谁的 也是王布的吗 是 那我明白了 大家记住 这个小一点的是刘先生的 大一点的是丁姑娘的 我这个藏品画的是几只鸟 姑且我觉得是麻雀吧 九只 我觉得它应该带有一定的寓意 我这么想的 鸟爸爸鸟妈妈带七个孩子 是不是这个妻子团圆的这种意思 好 刘先生给大家说说你这宝贝的来历 在这个拍卖场上拍出来的 拍了三年了 三年前拍的 大概花了 一千多万 一千二百万 一千二百万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这个数字 我是觉得是刘先生这个淡定 一般我充其量说 一千二百块的时候 有他这种淡定的劲 人家加了一万 刘先生为什么花上千万的价格 来收藏这样的藏品 这个在宝春 因为这个王布也是我们宝春人 他在历史上也是算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当时也就是想买一部我们宝春的国宝一样的 您是宝春人 所以是有这样的情感 是 举着举着就飙了是吗 是 当时 心理价位当时是多少 当时也就是八百万 八百万是觉得最后是到了一千二百万 是 小丁听了他的故事是何感想 你刚才很淡定的说 05年你舅舅花了130万收的这个 对 这个东西花高价买冤枉的多了去了 这话听着 当时在海选的时候 他就跟我在这叫板来着呢 他一开始我看他举着在那 跟大家观众很多说 我这国宝大家快来看啊 怎样怎样 然后我一看那么小一块 我这这么大一块 还不得我这是国宝啊 你说呢 这个东西应该不得以大小吧 因为这个画里面应该是 这个人物应该是第一 这个山水第二 花鸟来收藏价值什么 应该要差一点 要是我选的话 我肯定选大的 因为农村有一句俗语叫 乡下老汉不识货 既见大的墨 肯定大的更值钱一些 那王布是我们遗春人了 1968年他70岁 去世 他一生中60年都用在 瓷器绘画上面 可以说把鼻声的精力 都献给了中国传统瓷器绘画的艺术 那么这两件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 因为王布的瓷画现在价钱非常高 所以房品啊相当多 那么我们从这个瓷器的画风 和用笔来分析 那一件呢 画的是一个落过夜的 像枯木一样的一个树 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在垂吊 这个呢 汤茎的树干 上面栖息着九只雀 那么这两件东西那确实是用了一种铁线苗的方法 非常的刚进有力 而且呢还叫折颅苗 特别这个鸟雀的羽毛啊 全是像折掉的芦苇一样的 非常的深重 确实画得非常的精细 所以说从这个画风上看 我们可以说肯定这两件都是真琴 你们是双赢的 今年也拍了一个王布的笔筒 拍了1173万 谢谢两位了解 这件宝物是祖传下来的 这个东西是藏着古藏的 因为一个大木盒张起来的 然后实践有很多袋子 这件东西呢 是个什么时候的东西 春秋战国 这个底上面是三个兽 三个虎 上面纹是角龙纹 密密麻麻的角龙纹 这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候的典型器 这件东西呢 黑乎乎里面还泛油光 是早年出土 经过岁月的这个沧桑 上面有了很自然的包浆 但是它里面很多地方 修补过 装拼过 其他顶的一些碎片 把它焊在上面去了 你看啊 这个地方全是焊上去的 到后顶上的文字 都焊在了上面 实际上这件东西是个残建 一件木雕 好来 掌声有请这位藏友 汪月 这是一件黄羊木雕 因为我爸特别喜欢中国风的东西 我们家装修也是那种中国风格 然后就弄了一个那种装饰柜 上面呢一直空着一个位子 我爸就想一定要找一个最合适的装饰品 然后呢在一次出差的机会中 机缘巧合就看到了这样黄羊木雕 然后就把它带回来了 这样一块木头 我爸花了一万多块钱 然后一万多 对 然后我爸说 你看上面这姑娘长得还有点像你小时候 这姑娘他记的是 红领巾 对 他们是少先队员 哦 是少先队员 那说明这 我爸买的时候说好像是五十年代的一样 五十年代的 对 然后今天就想过来请各位老师给我看一看这位黄羊木到底值不值一万块钱 来 有请 黄羊木呢是一种材质非常精美 纹理十分细腻 硬度呢软硬失踪 而且黄羊木的材质呢 千年矮 它的成长非常的不易 所以一般我们拿到的那种黄羊木都是很小的 雕那种小件的 那么像如此大尺寸的这种黄羊木呢 我们也确实很少见到 他所表现的题材形象非常的逼真 公园里面呢小桥流水鲜花灿烂 那少先队员在这里呢游玩的同时呢遇见了一个小朋友 他呢在摘花 然后少先队员呢就在告诉他不能随便乱摘集体的一草一末 而被批评的小朋友脸上呢也因为明白自己做错了事情而感到很羞愧 充满了童趣 雕刻手法也是应用了传统的那种 镂雕 圆雕 高幅雕的这种技法 它的边框也是用剪地着色的方法 看上去让整个一块作品啊更显得有立体感 这样的黄羊木雕作品呢确实它代表了黄羊木雕这种传统工艺 在新中国的一种结合时代的以示寂静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恭喜你 那到底值不值一万块钱呢 我比较关心这个 它现在的价位呢应该比你买的这个价位翻了好几倍 我想跟我爸说姜还是老的啦 我带的这面铜镜呢是得自明月山下的夏家坊 夏家坊呢是我们遗春的一位皇后 成功夏皇后她的故乡 据当地人说呢是夏皇后用过的 你听别人说这个是夏皇后用过的是吧 证据 对不对 肯定是听说是吧 这件东西大家看叫寿面无纹啊 寿面镜 但是上面有字叫 圆周 杨家 炼 炼童 造子 在宋元之前镜子不叫镜子叫造子 我们这个宜村地区啊 在古代叫 圆周 圆周 当时呢有很多的铜矿 铜矿非常丰富 叫香干的铜镜 土天下 天下很多人用的镜子都是你们江西还有湖南造的 这个宋元时期啊 著名镜子是很有名气的 它有一种含蓄的美 有一种线条的美 蕴含着很深的文物价值 历史价值跟文化价值 希望你好好收藏 好不好 谢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本场入围的四件藏品和四位藏友 一号藏品明代刘海细金柴虫 香薰藏友简秦华 二号陈志发的少女与路途藏友谢婷婷 三号王布的锐木九竹图刺板画藏友订阅 四号王布的锐木锤钓图刺板画藏友刘勇 经过专家合议本场晋级的两件藏品是 三号和四号 王布的锐木九竹图刺板画和锐木锤钓图刺板画 恭喜两位藏友 接下来本场胜出的两件藏品将会和我们上期节目选出的两件藏品 来角逐我们寻宝走进宜春最具文化价值的藏品 首先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轮颁奖 场上的四件藏品将会获得最具投资潜力奖 一号青带乾隆关窑粉彩花枯藏友李莉 二号林带万丽同商品一队藏友唐静 三号王布的锐木锤钓图刺板画藏友刘勇 四号王布的锐木九竹图刺板画藏友丁岳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 江西宜春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德强先生为我们颁发最具投资潜力奖 在上期节目中一件青带乾隆粉彩花枯 和一对明代万丽同商品成功晋级 在本期节目中又有两件王布的瓷板画顺利入围 这次看到两件王布的青花瓷板绘画都很精美 难以割审 我也为这个青花瓷板的美意所吸引 我非常看好刘海其餐这些作品 因为王布就是我们风筝人 我也投赞成票 这个刘海其餐产是我们青铜文化的一个代表 它的造型非常逼致 非常独特 我觉得这种奖应该是在王布的青花瓷板画中产出 他们之中究竟谁能当选宜春最具文化价值的藏品 谜底即将揭晓 好究竟哪一件藏品会成为最具文化价值的藏品呢 接下来热情的掌声有请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会长蒋冰先生为我们揭晓并颁奖 他发扬今日才是我们天下的一遍 他发扬了传统的字词工艺 他创新了古老的绘画计划 他的画艺倾心宁静 浑浑含蓄 他就是 王沐 瑞穆 九如图 出版话 明天新宝文化 请感谢您跟着 将来新宝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充 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 中央电视台熊宝 走进嘉玉关 一件价值不菲的结婚礼物 难道这位女士是嘉玉关首富 一位感到不服务的藏友 一件硕大的光光造像 她到底是什么年份 不是 进行关注